尋找一個新居所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由 結婚、家裏有新成員 方便在女兒上學 這些都成為搬家的原因 就像今次的設計個案 客戶一直居住在郊華的村屋 但為了方便升上小學的兒子讀書上學 所以特意挑選 韓文田浩田的一個特色頂層單位 因為單位的樓底達3.5米高 空間都較為闊落 為了保持家裡的空間感 品味空間 室內設計團隊攪盡老汁 實踐客戶的想法 以內複式設計 將空間向上發展 為戶主營造出一個 寬敞舒適的夢想家居 今次接觸這個客戶是一對夫婦 加上有小朋友是一個三人的家庭 由於這個是一個特色單位 樓底特別高 要怎樣善用樓底的高度去擴闊空間 就是我們設計團隊今次需要主要考慮的因素 設計團隊善用樓底的高度優勢 在飯廳上面爭設了一個角樓的空間 這個地方就成為一家人的休憩角落 我們到現場度赤之後 發現單位樓底特別高 好好發揮 因應樓面的高度 我們設計團隊為戶主爭設了一個額外的空間 成為客廳另一個休閒的區域 閒時一家人可以在這裡聊天和做茶座 同時在這個位置 我們隱藏了一張工藥床 可以作為日後後備的需要 在走上角樓的樓梯 設計團隊特意訂製了一道十毫米厚的強化玻璃做圍欄 令屋內的空間更光亮和通透 配合客人的需要 在儲物方面 我們將整個樓梯都變成一個儲物的地櫃 同時相連住一個電視機的地坨 我們將電視機掛在牆身的上面 可以拉闊梳化和電視機之間的距離 善用客廳的空間 設計團隊運用巧妙的設計手法 將客廳、飯廳和角樓的三個空間 自然融為一體 這幅電視機的背場 是單位最大的主題場 我們用了特色的藝術漆 將客廳和飯廳相連在一起 同時延伸上這個真似的空間 主人房設計風格簡約舒適 在床邊的窗台位置 單製了一張工作桌 護主可以一邊工作 一邊享受這個180度的市景 在主人房床頭的背場 我們用了藝術漆 來呼應客廳的特色牆 同時我們訂製了一個到頂的大衣櫃 用了玫瑰金的鏡門 高貴得來 又可以拉回房間的空間 至於在囝囝房 都運用了內複式的設計手法 設計團隊設計了一張角樓床 將整個空間向上延伸 床下放了一張大書桌 令房內具備良好的學習環境 單位護主的兒子正進入求學階段 對於書桌的需求非常著重 同時房間都要具備充足的收納空間 所以我們設計團隊 沿用客廳的設計 將空間向上發展 在衣櫃門內 我們設置了一個落地的大玻璃 做了一個櫃門 為兒子打造了一個舒適和庫禄的學習環境